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野斗争的时候呢 如果一倒戈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顾鲁雄那边呢 是稳弱泰山 不过我们也看到啊 顾鲁雄这边也有一些奇怪的影子 那就是要成立呢 这叫全民防卫的委员会 所以让大家不知道啊 这个赖希德到底的葫芦里是卖什么药 那么您认为 现在的转发的位置和顾鲁雄的位置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局面 赖希德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呢 刘老师 是的 那么我们首先要从这个最近的这个台湾 这个而且是偏绿阵营做的民调谈起 因为实际上呢 这个大家都看到520上来以后 到620呢 就一个月嘛 那么在之前呢 前两天呢 在台湾的偏绿的民调机构 包括这个尤盈隆的这个民调查机构 还有一些静新闻呢等等 很多机构都做了这个对他们一个月施政的评价 但是我们真是想不到这个赖希德居然掉了10个百分点 失去了200万多 有些就是按照一个点 20万人这样算 就是掉了200万人 而那个卓融泰呢 也没有好的结果 也同样是这个支持度没有过半 而且特别令人惊讶的是 他的手下的阁员呢 这个最高的 这是经济部长 才是百分之六点几 那么这个大家经常谈的这个孤立雄呢 才百分之五点几 那么另外呢 这个还有林家农啊 还什么 都是二啊 三啊 甚至还有百分之一都不到的这些 这个什么交通部长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那么你再怎么样上任一个多月了 老百姓至少知道你的名字 怎么可能连一个百分点的支持度都没有 那显然就是台湾的老百姓 根本就不知道你存在嘛 所以就是只有这么低的这样的这个支持度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这个 在香港的人觉得这个状态 本来就是一个牺牲党 那么这个牺牲党呢 恐怕就是很快就要结束他任期 我们相信呢 如果在这样的形式走下去 未来这个中泰遇到的这个民生的经济问题 一个接一个 包括大家都知道缺电非常严重 现在很快就天气热了 我们都已经下装穿上了 这个天气热的当然用电就会高很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加上如果一旦缺水又缺电的话 恐怕这个中泰就算有三头六臂也解决不了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你不用核电不用其他问题根本就没办法解决 所以紧跟着这个电没有的话 那么其他的民生的问题 经济问题肯定就是接连的反应 那么你又要加电费 老百姓就是怨气通天 这个中泰的民调一直下滑 而且可能跌到这个不及两层三层都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有半年的时间 这个给赖清德把它换掉 这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至于顾立雄呢 这个郭老师也跟我们多说 他的有美国大老板撑着 那么恐怕这就是现在这个赖清德 要设一个全民防卫委员会 把他给孤独管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那么具体应该未来怎么发展 我们还听下这个欧老师给我们的提点 所以我们能不能说这个全民防卫委员会 他基本上是要夺顾立雄跟美国的兵权呢 刘老师 我觉得就看他这个未来怎么做 因为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全民委员会的这个成立 和他的成立的权力架构不清楚的 那么一个方向呢 也许这个赖清德说 这个可能就像这个美国的国民警卫队 就是管老百姓的 不管军事力量的 恐怕这是一个方向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那就是说 是全台湾的最高的防卫的 这样的一个指导机构 那么他的权力就很大了 那么就顾立雄就是架在 至于这个其中的管家范围内 所有的台湾的防卫的这个方针 包括武器的购买 包括这个预备衣的动员 包括什么全台湾的防空设备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战略物资的储备啊 油量的储备啊 粮食的储备啊 这些肯定都是要要管的 那么这样的话 权力就很大了 但是未来这个机构能不能成立 预算能不能在立法机构里边得到 这个过这个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导观啊 也还是一个问号 我再多问一句啊 老师您认为 到全民防卫这个委员会 到底是对的顾立雄白 还是对的美国来 或者是他自己呢 要抓兵权 所以他自己另外搞一套来 还是说要另外再开一个口 来多吃一点钱呢 到底是哪一个可能性更大一点 我觉得呢就是欧老师你说的啊 这个最后那两点很重要 第一点啊 首先他要抓兵权 因为他自己也号称是这个 所有军事力量的统帅嘛 啊 那么他肯定要这个把这个呢 落到实处 那问题就是大家知道 顾立雄雄是美国制定的 他也不得不接受 那么顾立雄肯定是 首先是听美国的啊 然后再听他的 所以在这个这里边呢 就有矛盾就有差距 另外一个也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安插他的 赖系人马啊 要A钱嘛 这个也是这个赖清德的 从这个台南一直以来的作风嘛 所以这两点呢 我觉得肯定是跑不了的 是我们就看看赖清德 顾立雄 外加美国的AIT 他们什么时候斗争一反 感谢刘老师接下来的评 谢谢刘老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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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